Hello 大家好 我是霍Sir 今天跟大家說在座標平面有兩個圓形 我們也知道兩個圓形的方程 究竟如何判斷兩個圓形相交於多少點 為何要講這個課題 畫面所見就是2020年DSE的一條題目 第三個選項就是問這兩個圓形是否相交於兩點 其實這個課題未必像大家想像中那麼簡單 我們先從一個最簡單的角度入手 當然兩個圓形相交於多少點 就跟兩個圓形的距離有關 我們可以用兩個圓的圓心距離量度 我們可以叫D距離 正如畫面所見 如果兩個圓形距離很遠 即D距離很大 他們就不相交 如果兩個圓形慢慢接近 他們可能會相交於1點 再移近一點的話 就會相交於2點 大家應該不難可以推斷到這個結果出來 但這並不是一個完整的答案 我們先集中看第三個情況 然後D距離很大 只要D距離很大 只要D距離很大 只要D距離很小 我們看下這個示範 畫面所見有兩個圓形 他們兩個圓心距離很遠 所以兩個圓形就不相交 我們慢慢把他們兩個圓形移近 也就是把兩個圓心距離減少 到這個位置就相交於1點 再減少一點就相交於2點 但如果我們繼續減少下去 就會出一個情況就是小圓會進入大圓 而這兩個圓並沒有交點 由這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到 兩個圓心距離D 只要小過兩個半徑之和 這兩個圓形就必定相交於2點 這個說法並不是完全正確 我們現在去探討一下 我們如何去判斷兩個圓形相交於多少點 我們首先從一個簡單的 就是兩個圓形相交於1點的時候 條件是什麼 其實兩個圓形相交於1點有兩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就是這樣 而另一種情況就是這樣 我們先看第一種情況 我叫兩個圓心距離為D 這個就是第一個圓的半徑 而這個就是第二個圓的半徑 很明顯D等於這兩個半徑加起來 而第二種情況 同樣兩個圓心距離就是D 這個就是大圓的半徑 這個就是細圓的半徑 大家應該會看到D 就是兩個半徑相減 當然我們減的時候當然是大數減細數 或者我們用一個比較嚴謹的寫法 就可以寫成這樣 即是用絕對值 absolute value去表示 但我不詳細說什麼是絕對值 畫面所見就是兩個圓形相交於1點的兩個可能條件 我會覺得這兩個條件 用文字的方式去記 會比較容易 其實就是圓心的距離 等於兩個圓的半徑之和 加起來 或者等於他們的半徑之差 即是相減 我會覺得這樣會比較容易記 我們現在看看兩個圓形在什麼條件之下 會相較於2點 我們剛才也說過 兩個圓心的距離 又不可以太大 又不可以太小 所以它應該在某一個範圍以來 我們看看圖 有兩個圓形 大圓的半徑是5 細圓的半徑是3 一開始的時候 兩個圓心的距離是10 所以它們是不相交的 我們慢慢把細圓移近 當兩個圓心的距離等於半徑加起來 就會相交於1點 只要再縮小一點 它們的距離 就會相交於2點 但是呢 當你一路再細再細再細 當你去到 圓心距離等於半徑的差 又會變回相交於1點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圓心的距離 就要在這兩個數之間 即是半徑之和和半徑之差之間 它們就會相交於2點 我們現在可以綜合結果出來 當圓心的距離 在半徑之和和半徑之差之間 相交於2點 如果等於半徑之和 或者等於半徑之差 就1點 如果圓心距離太細 即是小過半徑之差 又或者太大過半徑之和 它們就沒有交點 既性好的同學 當然可以背了 但是如果我們不想背 其實都可以透過滑圖 就應該都可以解決到問題 舉個例子 我們看到有兩個圓形的方程 我們要判斷相交於多少點 我們需要什麼資料呢 第一個圓形的圓心和半徑就是這些 這個就是第二個圓形的圓心和半徑 兩個圓心的距離 就可以用距離公式計算到 我們其實只需要知道兩個圓形的半徑 和圓心的距離 這三個數字就足夠了 其實我們不需要畫一個平面 有X座標 有X座標 有Y座標 我們只是考慮一個圓道 即是畫一條直線 就可以了 我們第一步 就畫兩個圓心出來 我們也知道他們的距離是5 然後先畫一個圓形出來 我們就知道他們的半徑是2 我們考慮兩個距離 第一就是這個 即是第二個圓心距離這一點 距離是3 而第二點就是這一點 這個圓心距離這一點就是7 我們就可以把圖像減化到現在這樣 然後我們就想 第二個圓形的半徑是多少 是9 我們就應該想到圓形會變成這樣 所以這兩個圓形是沒有交點 他們並不相交 我們看看2020年這條題目 兩個圓形的半徑和圓心距離 我已經先找了出來 我們也不詳細說了 大家留意一下選項1 這個選項1是對的 即是第一個圓C1的圓心 是在C2的圓周上面 我們現在可以開始畫圖 首先畫直線出來 然後畫兩個圓心 他們的距離就是13 我首先畫了C2出來 他的半徑就是13 所以圖像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畫C1 他的半徑就是8.9 比這個距離更加短 所以我們會想到C1 就會大約是這樣 所以這兩個圓是相交於兩點 有件事也想提提大家 我看過有些提解 由於C1的圓心 是在C2的圓周上面 所以兩個圓 必定是相交於兩點 這個說法 不正確 因為C1可以是很大的 例如現在這樣 其實兩個圓是沒有膠點的 最後 我們可不可以用代數的方法 去判斷膠點的數目 甚至乎把膠點的座標找出來 可以的 那我真是很快去解釋一下方法 是怎樣 第一步 就把這兩條方程相減 我們會得到這條色 然後我們會找到Y等於4X加6 我們又把這條色 代回到其他一個圓形 譬如我們代回到第一條色 就會得到這條二次方程 成開ür了 成開它 便會變成這樣 那這條二次方程 就是會解釋到膠點的X座標出來 我們可以查看 DELTA的判別式Discriminate 就可以知道 今天講的就是這樣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